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到,我是大飞 最近老黄动作频频,AMD的苏妈也是不甘落后 一出手就是将近50亿美元的大手笔 美国时间8月19日,AMD同意用价值49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 收购ZT Systems 这笔费用可是超过了AMD2024年预期的数据中心GPU销售的总额 苏妈豪至千金,足以看出这笔收购的重要性 不过估计屏幕前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ZT Systems 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值得苏妈下这样的重注呢? 今天大飞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笔收购背后的故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ZT Systems这家公司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 但是ZT Systems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超大规模服务器解决方案提供商 ZT Systems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西考克斯 这个地方在美国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了 它位于纽约市的附近,以自家的体育场本名东海岸 著名的纽约巨人队和喷气机队都在这个体育场进行过棒球训练 同时呢,西考克斯也是一些无线电、电视发射塔和演播室的所在地 得益于自身完整的无线电设施 地价又便宜,又离华尔街不远 西考克斯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1990年代后迅速成为了高频交易数据中心建设的热门地点 就连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都将自家的数据中心迁移到了这里 看来就连这些巨头都受不了曼哈顿突破天际的电价和地价了 Equinix、Cyrus One、QTS、Centerscore等等公司也紧随其后 选择在西考克斯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 到了1994年,西考克斯已经成为了纽约各大企业的服务器集中地 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自然而然的孵化出了大量围绕着信息产业的公司 ZT Systems就是其中的一员 只不过90年代末的ZT Systems还在捣鼓制造个人电脑和中小企业服务器 虽然生意不错,但是始终没有赚到大公司的钱 随着进入21世纪,ZT Systems的经营策略也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2004年,公司选择将业务重心聚焦于一位金融客户提供高频交易所需要的高性能服务器 相当于换了一个赛道,把业务从普通人和小企业转向到了有钱的大客户 并且很快就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2010年,ZT Systems开始提供以机架为主的大规模基础设施 并且在2013年赢得了首批超大规模和云供应商客户 如今ZT Systems不仅在西考克斯老家站稳了脚跟 还在德克萨斯的乔治城以及荷兰的二美洛开了分公司 并且拥有自己的制造厂 每年可以发货数十万台的服务器 创造年销售额将近100亿美元的收入 几乎是AMD去年公布的227亿美元收入的一半 那除了服务器之外 ZT Systems其实还建立了大大小小 大约十几个超大规模的云数据中心 所以说苏妈这50亿美元 直接买下了世界上最主要的GPU服务器供应端 可谓是相当的生猛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 AMD收购这样一家公司 是打算要自己生产服务器吗 答案是否定的 AMD如今在CPU和GPU市场活得非常滋润 其实没有必要去抢合作伙伴的生意 根据国外媒体的了解 AMD预计明年年初完成ZT Systems的收购之后 并没有打算接受服务器的制造业务 还是由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Frank Zhang 来继续领导之前的制造业务 并且履行对现有客户的承诺 而ZT的总裁Dog Huang 则将领导设计和客户支持团队 两个人都向AMD的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弗雷斯特诺罗德汇报 Frank表示 AMD对于服务器的制造和销售业务并不感兴趣 因此不想与他的客户竞争 这与英伟达的策略完全不同 不过让Frank相当头疼的是 他还得再找买家来购买 拥有大约1500名员工的制造业务 弗雷斯特诺罗德也表示 AMD已经与所有的OEM和ODM合作伙伴进行过对话 对话非常顺利 大家明白AMD为什么要这么做 并且欣赏理解和相信 AMD没有任何与合作伙伴竞争的意图 既然不想和英伟达一样 搭建属于自己的完整工业链 那么AMD到底看中了ZT Systems的什么能力呢 弗雷斯特表示 AMD这笔收购的主要目的 其实在于提升AMD在GPU方面的 系统架构和工程能力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必须是人才 目前AMD大约有500名系统工程师 但是这对于苏妈而言还远远不够 AMD并不想止步于构建一个单一标准的系统 但是想要扩充业务 苏妈就需要更多的人手 来帮助设计和构建系统 而ZT Systems恰恰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光系统架构方面 ZT Systems就有足足1100人在从事这项工作 这些新鲜的血液将对AMD的设计开发能力 带来极大的提升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AMD对于剥离ZT Systems的制造业务 是不是还有什么额外的条款 但是光是收获这1100名 具有深厚开发经验的系统工程师 AMD就可以说是赚大了 因为除了通过收购以外 也很难通过其他方式 来获取这么多世界顶尖的系统工程师 至少招聘软件肯定是帮不了你的 而且直接收购整个公司 其实比一个一个的去招聘人才更加便宜 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 拼用一个资深的系统工程师 你光是找人脉找猎头 就得搭进去几万甚至十几万 这还不算谈判期间 各种工资福利上的拉扯 但是如果我们将收购公司的费用 平坦到每个系统工程师上 其实就相当于AMD 以445万美元的单价 收购了这1100名世界级的系统工程师 实际上还会更便宜 因为这49亿不可能全是给系统业务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 这笔收购是不是就很划算呢 弗雷斯特就直言 AMD一直希望能够将具有领先优势的性能和效率设计 与系统的复杂性整合起来 AI行业里的每个人都清楚 设计这些功率级别 信号速率 复杂水平的服务系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这里边有一整套的问题需要解决 而需求则来自于硅片开发的早期 随着AI系统的复杂性迅速的飙升 拥有足够数量的世界级系统设计工程师 从一开始硅片开发的时候 就参与到系统设计中 这绝对是非常关键的 因此AMD认为 这笔收购将大幅提升公司的系统设计和工程能力 并且缩短服务器的上市时间 如今AMD在组装CPU和GPU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但是它还需要设计网络对战和系统面板 从而适应大规模的机架集群 这也是英伟达创建DGX系列的原因 想要和老黄同台竞技 AMD同样需要这么做 不同的是 苏妈依然只想要提供设计 而不是直接为客户去构建系统 或者成为AI集群的承包商 这方面看看英特尔就知道了 干的都已经大裁员了 那聊完ZT System的收购案 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AMD 为了搭建完整的AI生态 苏妈最近也是花钱如流水 除了拿下了ZT Systems 之前还完成了对欧洲最大私人AI实验室 Silo AI的收购 花了6.65亿美元 显然这是准备在AI模型的设计上 也插上一角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这次收购预计在2024年的下半年完成 Zilo AI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彼得萨林将继续领导Zilo AI团队 向AMD的高级副总裁 瓦姆西·伯帕纳汇报工作 Zilo AI的总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 业务遍及欧美 专注于研发与应用端到端的AI解决方案 主要是帮助客户快速轻松地将AI集成到自家的产品 服务和运营当中 这个实验室拥有一支世界级的AI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 开发了多个领先的AI模型平台和方案 其中就包括开源大语言模型Poro和Wiking 这些成果也在业界享有剩余 而AMD对于Zilo AI的收购 不仅为AMD带来了顶尖的AI技术和人才 还极大的丰富了AMD AI解决方案的产品线 Poro等产品都将进一步的增强 AMD在AI计算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Zilo AI已有的客户基础 也将为AMD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合作伙伴 帮助苏妈在全球AI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那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两笔大买卖之外 在过去一年 AMD在AI领域 其实一直在持续的投资和收购 不仅已经连续投资了十几家的AI公司 总额超过1.25亿美元 并且成功收购了Mipsology和Nord AI等等AI创新企业 AMD想要追赶英伟达的决心可见一斑 目前AMD在CPU和GPU市场都有一定的份额 产品在性能和价格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此外AMD还提供跨计算平台的完整AI系统解决方案 包括自适应SoC、SOM、FPGA、GPU和CPU等等 从而满足不同领域和场景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 英伟达的Blackware系列芯片 以及自家的服务器架构 近期却都传出了存在问题的风声 可能会导致延期发货 但英伟达回应已经开始给客户提供Blackware的样品 并且的生产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但是这或许也是AMD的一次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AI芯片市场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 那么大家是更看好英伟达还是AMD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